我觉得泽连斯基是夸大了 因为西方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在那个危机时刻 出来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都聚焦的 然后我们经过天门广场 我们也知道 天门广场就把美光灯打到那几个人上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这个广场事情不是任何人能控制 而且是整个万众志成城 实际上这个乌克兰也是 乌克兰民众的抵抗 然后造成了俄军不能推进 我觉得泽连斯基就站出来 实际上泽连斯基这个政府 是很腐败的政府 你在国际的时候 你查他的排名 他大概跟俄罗斯也是不相上下的腐败 他的这个各个方面 而且就是刚才徐光说 他这个政治素人 他在各个方面表现都不好 但是呢 这个徐光先生 我们其实要国际政 有时候这样 危机关头 有时候需要危机关头的总统 这个总统可能有很多缺点 但他恰恰这些缺点 和他的优点一起 让他在危机时刻大放异彩 我觉得泽连斯基是这样的 你看他本来是一个演 他不是一个戏剧的 这样这些都使得他能够在一个 危机关头站出来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泽连斯基这个勇气 我是还是这样勇气可嘉 他没有跑 没有像阿富汗那个总统 真的跑掉了 快波帧